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顺路先去福建道贺逛一逛 在京都车站搭乘JR带梁县 在京都车站也会有这样子的介绍手册 里面几点钟开始 几点钟结束 然后坐车到什么站 走路几分钟都写得很清楚 两个站就到了 好快啊 几分钟 车站对面就是福建道贺大社 福建道贺大社是京都最知名的象征之一 这里是全日本约三万间道贺神社的总本社 狐狸是道贺大神的神社 嘴里吊着玉 象征福建道贺大社的林德 德高望重深不可测 嘴里吊着钥匙的 象征着粮仓的钥匙 麦穗象征着丰收 转钟象征着智慧 这个神社已经有1300多年了 是京都最有代表最古老的神社之一 这里既是着商业及农业之神 保佑人民生活丰饶 商业兴盛 一年中都非常有人气 你可以买玉手啊什么的 早上变8点多 人就这么多 最有名的就是千本鸟居啦 鸟居数量其实超过一万座 从鸟居入口处一路 沿连至道贺山上 左手边这里排队照相 一个个珠红色的千本鸟居 刻写着捐奉单位的名字 和捐奉日期 近至令和 远至昭和 感受着日本人世世代代的信仰传承 走过千本鸟居 随之而来的便是参拜道贺山 全体神明的欧色啦 白胡绘马 太有才了 这些 有些画得好好看哦 走在看不见镜头的鸟居中 就像走入一四街般梦幻 这许多人慕名而来的世界级景点 据说在日本江湖时代开始 人们在这里许愿 如果自己的愿望成真 为了感谢神明 就会在这里修建一处鸟居 久而久之 就成为现今的规模 上面我就不想爬上去了 还要去与字玩一天呢 有时间的话可以爬到山顶 如果说还有其他行程的话 我觉得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因为上面的鸟居吧 也是差不多的 另外一条路有 布台 烤团子 用五百去买十元的烤骨 我要吃看看 七口啊 好可爱啊 从这里出发所有的车 都会停在宇治站 十几分钟就到宇治站 好小的一个站 好有特色哦 对面就是伊藤九幼味门 这个上次有吃过 确实很美 拍照很美很好看 但是实时它的味道 我觉得也没那么好吃 中春藤级本店 是这里最火 最有人气的 它还有一个分店 等一下我们去分店那一次 它是靠在河边的 看的风景很美 现在十点多 就已经在排队了 平等院正门 这家店我们来分店这里 都在排队等靠窗的位置 靠窗的确实很惬意 排了十几分钟 终于等到靠窗的位置了 如果是两个人的话 一个人点餐 一个人先行站位置是最好的 绿色的蕎麦面 看上去清新有趣 入口时顺滑清爽 但是味道跟普通的蕎麦面差不多 不会有特别的抹茶味 第二种口味 挤上柑橘汁 微酸让口感得到一个提升 更加清爽 第三种 加上淡抹茶油 抹茶味会变浓郁一些 口感更丰富 特别喜欢最后一种吃法 招牌甜点限定抹茶芭菲 看着就好吃 里面馅料很丰富 最上面是抹茶奶油 下面有抹茶蛋糕 抹茶冻 玄米 团子 栗子 树莓 抹茶冰淇淋等 这么多好吃的 怼到一块 能不好吃吗 抹茶味超浓郁 甜而不腻 超推荐哦 虽然有点小贵 但还是值得一试的 还点了一个抹茶冰淇淋 上面放了团子和红豆 团子糯唧唧的 红豆有点甜 下面有抹茶冻 也很好吃哦 你感觉好像吃到有点腻了 就不太一杯茶 吃饱喝足 去下一站 是一条日本文化气息 浓厚的商业街 街道两旁有很多抹茶料理店 可以在这里吃个午餐 或者是买伴手礼哦 我觉得这个饺子看起来不错啊 我闻到了很浓的茶的香味 好有技巧 在上面等店 在这里可以体验制作茶 平等院 日本的十元硬币 最后备的这栋建筑物 就是平等院凤凰堂 世界文化遗产 还有日本的一万日币的 上面的这个凤凰 凤凰就是上面的 这个凤凰 平等院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建于平安时代 与平安贵族理想的 极乐净土为参照而建造的 平等院最著名的是正殿 左右对称 看上去就像是展翅的凤凰 故又被称为凤凰堂 其实它是由 藤原来通继承父亲的别墅 而改建成的佛室 原本是别墅 这个造景也是日本人 西方极乐世界想象中的模样 我们现在反复就是来到了 日本人心中的西方极乐世界 好可爱啊 参观凤凰堂需要再买门票 可观看的区域不多 主要有中堂的如来像 云中供养菩萨和壁画 凤凰馆是一座展示平等院宝物的博物馆 内部藏有凤凰堂内一半的供养菩萨像 盘中以及一些雕刻像的增迹 奉祥馆顺着参观路线出来就有纪念品售卖 走去下一站 平等院旁边有一家星巴克咖啡 绿植环绕其中 犹如庭院一般 小枯山水在门口具有浓浓的日式庭院风情 店内不大 但很明亮 限定的保温杯水杯 可爱 马斯大茶铺 很多人买这个抹茶冰淇淋 桥头立有原式物语作者 指四部的树像 横跨东西两岸的宇治桥 是日本三大古桥之一 四川风景好美哦 过了桥就按照它这个标识走 去宇治上神社 去宇治上神社途经 宇治神社 小小的一家 上来一点就是宇治上神社了 两家都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 正门一进来就正对拜殿 拜殿前面有两座青沙 分别代表阴与阳 传言是神降临的地方 可以去及必胜的作用 神社也有贩卖小包装的沙 能让游客购买 兔子是这个神社的使者 传说涂到最良子有次迷路了 突然一只兔子出现 并不断的回头 帮他引路 所以兔子便被视为 宇治神社和宇治上神社的使者 同源泉是七大名泉之一 是宇治现存唯一的永泉 还是活的那一种 首先先洗左手 再来洗右手 最后洗手柄 神社的本殿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建筑 被列为日本的国宝 宇治上神社寄奉的是 应神天皇和两位皇太子 水泡把钱放在上面 红叶好红哦 但是拍不出它的美 神社走过一点就是 原式物语博物馆了 门口的枫叶好美啊 原式物语是指示铺的经典之作 日本最早的长篇小说 被誉为日本的红楼梦 极大影响了日本的文学发展 里面采用以模型 影像 书籍 讲座等方式 介绍原式物语的相关信息与背景 走去下一站 2021年新开幕的茶河宇治的历史公园 是以宇治茶为主题的设施 又被昵称为 茶滋纳 设施内有说明宇治茶 历史的博物馆 体验室 饿了的话还能到餐厅品尝 抹茶圣袋 抹茶墙卖面等 可以来二楼看一下风景 体验制作茶的那个 项目今天没有 太遗憾了 福寿友那边刚才打电话去问了 说今天体验制作茶的那个 已经预约满了 如果大家想体验的话 一定要提前预约才可以哦 他今天只有一个项目 老师就在那里制作 你就看 然后就等着喝这样子 但是我想体验就是从研磨开始 自己制作的那个体验 酒累了 跑到沙利亚来 休息一下 每次都要喝的红酒 菠菜培根 还有这个烤芝刺 菊桥 一边是菊岛 一边是塔兹岛 同称为中之岛 中之岛沿岸是赏映圣地 每年4月份都举办樱花祭 我发现在这里散步真的不错 人又少 好舒服哦 我建议一天游 就是一天的话你可以去到 有名的重要的景点 如果是半天的话时间太紧 可能玩得不够尽兴 想要深入玩的话建议一天 慢悠悠的真的很舒服 宇治公园 好怕有人在钓鱼 爬这个坡 还是有点累的 其实本来是不太想来的 但看到门口的这枫叶景色 就知道来对了 现在时间是4点多 没有人 好美哦 新盛世始建于公元1233年 是从中国归国的 道元祷师在福建生草创立的 日本第一个禅宗寺院 是日本一万四千多处 草洞中中最古老的道场 明治维勋后被日本列为 重要的建筑物和文化遗产 想要体验作产 尽力而作 整顿身心的 需要另外收费 一天就这么愉快的过了 真心想推荐给大家 希望大家点赞评论订阅哦 下次见 拜拜